欢迎收看金牌特派 每到选举 黑金议题就会浮上了台面 所谓的黑金政治 指的就是利用暴力和汇选 控制地方政治势力 进一步成为民意代表 或政府官员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 就是正太极杀人案 时间回到1994年 12月13号 上午6点多 屏东一户民宅 先是接连的枪响 后来救护车再走的 是屏东县地方角头中原崩 他被开了16枪当场死亡 带头行凶的 竟然是他的结拜兄弟 当时的屏东县议长 正太极 是什么深仇大恨 要当着苦苦哀求的老母亲面前 乱枪打死了中原崩 夸张的是 凶手是现任议长 亲自带着手下 闯进了别人家开枪杀人 更夸张的是 案发的第一时间 警方低调办案 记者不敢报道凶手是谁 而这起重大刑案 也掀起南台湾 90年代 政客杀人的风暴 在那种乡下地方能够串起来的 当了议长 还是一种比较狂 比较傲 就好像我们看一些小弟级的 为什么凶起来比谁的凶 正太极国中毕业之后 就没有再升学 常常在夜市打架闹事 只是角同身边的刨腿小弟啊 赌场把风 酒店为事 他因为手段凶残 还涉及了两起杀人案 被疫情专案管训 送到了绿岛服刑 南台湾有不少的黑道老大 也被抓 他也跟着被逮了进去 但是管训没有让他收敛 三年后他出狱了 摇身一变 已经是地方角头啊 他管过训 但就等于说 他也有在角头混过 又加上他认识 这些所谓的南北二路的黑道大哥 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 慢慢地建立了他的角度 重获自由 正太极靠着收取保护费 走私贩毒 有钱了 想要重振漂白身份 认识了当时的屏东县议长郭廷才 也获得支持 一脚踏进了政界 先是高票当选的县议员 副议长 握有了政权之后 正太极黑白两道呼风唤雨啊 开始包娼包堵 杀实业有线电视 地方党羽欲入军瞻啊 这个疫情回来 大家怕他散会 当时呢 郭廷才先生就找了正太极搭档 变成议长跟副议长 后来郭廷才先生去选立法委员 也当选了 这边就没有议长了 他的知己都冒出来 就这样 正太极从一个地方流氓 变成了议会议长 娱乐乡名 恨行相礼 曾经有人是这样形容 高平西以南 没有法治 只有皇帝 以黑道制限 这皇帝指的就是正太极啊 他敢当场把他在议会 叫到办公室来 赏这个派出所主管 甚至于派出所分析赏 耳光 骂人家臭口 骂得一塌糊涂就对了 所以他人种嚣张情境 他认为说 来到冰冻 台人是没罪的 跟冰冻 台人没罪 冰冻就是我正太极在管的 当时 如果手下遭到了警方查契 正太极他会在议会羞辱 来背询的警方代表 威胁 把警方的加班费 预算给删掉 那怎么办 为了预算 高阶警官看到了正太极 也只好罚站 听他一顿骂 看到警方恭敬的态度 让他更加的自我膨胀 县议员 在屏隆县议会 被那个正太极叫他 到议长室来 第一位先进群 进去以后 然后大概是被揍了 那出来 第二位议员看到不太对劲 是什么事情 第一位是先员也不讲 就是他怕到那种程度 那当时在屏东 大家传说是 这个是屏东皇帝 正太极 正太极年纪轻轻当选的议长 不论杀实业 赌场 有限电视 他都要插干股 分杯根 他同时掌握了地方预算 黑白两道都不敢得罪他 厂商招标 也都是他说了算 稍有人不合作 日子别想好好过 因为他有三支暴力队伍 一个是百步鞋队 小弟都替小平头 穿着百步鞋 一出洞都是上百人 负责维持秩序 一支叫棒球队 十几个人拿着球棒 负责砸电打人 另外还有乐队 将枪支藏在吉他的箱子里 火拼的时候就会出现 终于 正太极的嚣张行径 被媒体盯上了 开始有报社记者 报道他的恶行恶状 正太极他会亲自打电话 恐吓记者 还会到报社找麻烦 例如 1994年11月13号 报社一篇 报道棒球队的恶行 隔天棒球队就找上门 好几名记者被打得头破血流 这个民众日报除了被棒球队给砸烂办公室之外 那么其中我记者从某报有一个怀应的女记者 他们冲进来的时候 他已经忍不住他看不行啊 就从二楼跳到一楼 跳到最后连这个时候都流产 那还有一些记者被打了人之后 正太极还到医院去探视他说 现在是有点好吗 你叫你这么担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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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太极一听很生气啊 从来没有人敢不给面子 再有交情也都是一样 带了一群手下 人手一把枪找中原封算账 你有一天 你有事情轻轻地说 我一天的事情我哪来用 你轻轻轻轻轻地有一天 背后是我们这样说 不要走 案发当天就是12月13日那天 借了喝点酒 就去找这个状态 你现在到底是要怎么 你这样从来不问孩子还是要怎么出 然后就跟他吵起来 这个时候 中原封的妈妈还在旁边 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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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去咋来 他听不下去 枪拿起来就砰 一枪发下去 枪拿起来之后 你要知道这个老大议长 正太极发了那枪之后 旁边跟了两三个小弟 这个时候看了议长都开枪 我们能够不开枪吗 就叮叮叮叮叮叮叮 发了十六发指寸 把郑中元峰当场隔壁在现场 他妈妈哭啊 难过啊 哀嚎啊 那人已经死了 民安发生之后 警戒媒体都怕郑太吉的恶势力 报社一个字都不敢写 亲眼目睹中元峰被杀害的母亲 到警局报案也都无声无息 这里已经没有公理 没有正义 那在案子发生之后 我们的当地的记者有所风文 就像我刚才所提到 警察官都开始办 那记者呢 敢不敢写 一句你也不敢写 终终不敢写 中国时报当时甚至还发给 防弹被写给每人一个记者 直到案发的第七天 嘉义先立委蔡诗渊 在立法院的博士论坛 直接指明屏东县议长郑太吉 就是杀人凶手 一时间举国划然 在一般我们概念里面 你杀人就已经很可恶 很恐怖了 在人家母亲面前 母亲在那儿哀求 你还把他杀掉 这个太可恨了 那居然这样的事情下来 一发生以后 检察官好像没有办法办这个案子 所以在19号的时候 那国事论坛我就开始讲 开枪杀人的郑太吉 黄庆平等人到案 他曾经狂妄地说 高平心以难杀人无罪 即使成为阶下囚 多名正办的检察官 法官还受到了恐吓 所以每次开庭 法庭外都是大批的远警 甚至压解郑太吉出庭的 不是拔警 而是霹雳小组 南台湾的政坛气氛诡谀 为了抗议郑太吉被收押 议会甚至还修会表达不满 钟元峰的母亲 一度还找不到律师感激案 有谈三千万的条件 要死者的母亲封口 死者的母亲当然不可能 假如他让他封口了 然后找一个人替代 那样子的话 哇 台湾约了 真的会很严重 家属不接受和解 让郑太吉想用和解来换取 无期徒刑的希望落空了 不过 郑太吉杀人案 一拖六年 就为了开几枪 延荡判决 从一审判死刑 历经四度发回更审 最终在两千年的 七月十四号死刑定宴 宣告死刑的那一天 郑太吉才知道 他不是皇帝啊 而且杀人要偿命 他讲了三句话 他说我对不起亲人 我对不起被害人 我对不起社会 两千年八月二号的晚上七点 在高雄执行枪决 而在行刑的当天 郑太吉他没有吃最后的一餐 只抽了一根香烟 晚上的七点五十分 三枪结束生命 郑太吉他是台湾第一个被枪决的明代 而他在辅法之后 告别是不见高官显耀 只有亲友淋淋落落 之后政坛也掀起了一片扫黑声浪 因为黑道治国的下场 法治和民主都将付出惨痛代价 你的看法又是什么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记得订阅台湾大搜索频道 按赞留言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见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张若鱼 你知道肌肤年龄 可以自己决定吗 25岁之后 招原蛋白流失速度 将大于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脸 吃的保养最重要 皮肤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丽来自于内在 十几年 德国专利招原蛋白生态 快点购 全台独家贩售 德国专利原料进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两千巴尔顿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属 需要检验 SGS检测 全过关 品质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 Varisol 女神专用 胶原蛋白 无论你是想维持肌肤Q弹 甚至产后补充 都十分推荐 在这里想告诉大家 这不是药 保养习惯 就要从现在开始 90天青春有感计划 拥有弹性美肌 超级Easy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尝有更多的额外优费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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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